第167章 举世无双 上 十六师团在飞快撤退 这就让无双营前方的空档逐渐变大 第一大队的弓箭根本就没停过 一声声刺耳的立效中 狼骑兵和狗人步兵纷纷倒地不起 与独角兽骑兵相比 他们要好 对付多了 当初在救援狂战 乌鲸两族的时候 第一大队500人曾经创造了 震授万寿帝国两个师团的记录 面对两个还不如当初的师团 身边又有着大量友军 无双营第一大队火力全开 身为弓箭手的他们 一边射箭竟然一边迈不向前 只是转瞬之间 朝着十六师团这边冲锋的敌军阵型中 就出现了一个祸口 十六师团快速后撤 重步兵师团辅助无双营缓缓上前 在滑锋的一道接一道命令下 有了充分施展空间的无双营 各个大队开始逐一加入到战斗之中 自从无双营满边5000人之后 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全体投入到战场上 5000名名型弓箭手 那是什么概念 他们的射击非常简单 每两个大队一族 阶梯是射箭 组成不停息的箭幕 原本六个师团 抵挡都十分困难的两个兽人师团 几乎在转瞬之间 就被抑制住了前进的步伐 那令人心胆俱寒的恐怖力笑声中 大片大片的狼骑兵和狗人步兵倒地 不只是敌人 就连友军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的压力就已经没了 就算是无双营战士射出的箭 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尸首 可就算是有尸首 他们的剑法也要比普通弓箭手准太多了 而且还是那么有穿透力的凝形剑 这一点 从敌人重剑后死亡的数量 远远超过受伤的就能看出 原本岌岌可危的侧翼 等待救援的侧翼 只是在几十次呼吸的时间后 压力就已经荡然无存 自从无双营踏上战场的那一刻开始 狼骑兵师团和狗人族弯刀步兵师团 就在没能前进一步 在无间隙的剑语面前 他们能够留下的就只有一具具尸体 有心人给无双营数着 一共二十四轮骑射之后 狼骑兵师团和狗人步兵师团撤了 能够回去的两个师团加起来 还不到一千人 那可是万寿帝国的两个师团啊 眼前这一幕 对于中天帝国的战士们来说 简直就像是虚幻的一般 无数人以为自己即将战死 可眼前的战斗却已经结束了 跟随在无双营战士们 身边的重装步兵们 一个个也已经完全呆滞了 他们举着手中的塔盾 怎么也无法相信 就是那些天天和自己一起集训的家伙 竟然创造出了如此可怕的奇迹 举 是 无 双 充满兴奋的滔天怒吼声 从每一名无双营战士口中响起 是的 他们是举世无双的无双营啊 在这北疆的战场上 当着西北大营数十万僵士的面 他们终于第一次展现出了 无双营举世无双的实力 他们用行动向所有人证明了 出身于痞子营的他们 是最强的 无双营是最强的 哪怕是天公营七大神剑手 这么良好的心态 在听着五千无双营战士 发出整齐震耳欲聋的怒吼时 也不禁热血沸腾 在他们心中 都想起了一个名字 属于无双营创造者的那个名字 是的 他已经带来了一场奇迹 当这份奇迹降临到他们的祖国时 谁又能说 他们不能再创辉煌 强势复国呢 转战左翼 都给我听好了 左翼优先射杀独角兽骑兵 但不许伤到独角兽 那可是我们未来的做起 来人 去请马龙族长 带着他的族人准备接收 战争继续 但奇迹却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没有理会中央主战场 在右翼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 无双营迅速转战左翼 目标是左翼的独角兽骑兵师团 和另一个狗人族步兵师团 当无双营悄然离开右翼战场的时候 双方的指挥官才发现 这边的不对 双方指挥官所产生的 竟然是同样的感觉 那就是骇然 只不过一边是充满惊喜的骇然 而另一边 则是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骇然 怎么回事 右翼是怎么回事 西北集团军总指挥 中天帝国三大元帅之一 布兰杜元帅一脸震撼地询问着属下 他刚刚得到消息 右翼万寿帝国两个师团全灭 逃走者十不足一 和万寿帝国作战这么多年了 这种情况 布兰杜元帅还是第一次遇到 前一刻他还派人去增援右翼呢 可后一刻捷报却已经传来了 是无双营 他们真的创造了奇迹 说话的是 站在布兰杜元帅身边 同样是一身融入暗 年约六旬的一位老者 他就是神机 神部 神医的义父 西北集团军副总指挥 神武大将军 你是说 是那个浩淼宫来人 利用痞子营组成的无双营 布兰杜也是知道无双营的 只不过 他一直没有太多关心而已 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视 而是不能关心 毕竟 浩淼宫太过敏感 一旦浩淼宫真的参与到 这场战争中 那可未必是好事 所以他一直都装着 不知道这件事 让神武去处理 无双营竟然有 这么强大的破坏力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布兰杜吃惊地向神武问道 神武苦笑道 元帅 我也不清楚 我已经让人去查了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传来 时间不长 第七军团军团长神机 亲自来到总指挥部 参见元帅 赴元帅 神机脸上的神色 充满了亢奋和震撼 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准确消息后 他自己也有些难以相信 可事实摆在眼前 也容不得他不幸了 他知道事关重大 立刻亲自前来汇报 毕竟 只有他对无双营 才足够熟悉 而且 无双营在干掉了 又一两个师团的敌人后 已经自行成为了 西北集团军 大营的最高机密 神机 倒地是怎么回事 布兰杜元帅沉声问道 宁行功 宁行功 大帅 那无双营的所有战士 竟然全都是玉珠师身份 五千玉珠师啊 天哪 那可是五千名玉珠师啊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体珠师 凭借着强悍的宁行功 只是二十多轮骑射 就解决了两个师团的敌人 全玉珠师 这怎么可能 那些士兵 不都是原来痞子营的人吗 神武忍不住说道 神机苦笑道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我们对天公营的 估计本来已经很高了 可没想到 还是小看了他们 他们的实力 比想象中还要强悍得多 现在已经到左翼那边去了 因为浩渺宫的关系 我也没法指挥他们 元帅 傅元帅 你们看现在该怎么办 布兰度猛然起身 怎么办 那还用说吗 传我命令 神机 你亲自带着我的亲卫师团 去支援无双营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们有所损伤 快 立刻去 无双营的加入 很可能会挽救我们西北大营 扭转现在这不利的局面 身为统帅 毫无疑问 布兰度在第一时间 就感受到了 无双营出现所带来的机会 接下来 他接连下令 将两个后续的重骑兵军团 全部派遣了出去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以配合保护无双营 虽然无双营具体的战斗力 布兰度还不能完全确定 但是 他能肯定的是 如果无双营真的能用那么短时间 干掉万寿帝国两个师团 那么 对于西北集团军来说 无双营就是绝对的神器 足以用来与万寿帝国大军 抗衡的神器 布兰度元帅这边 做出一系列的安排 而战场上的局面 也发生了变化 万寿帝国押阵的 十个军团有了动静 只见那远处天空中 突然升起黑压压的一片 就像是一片乌云般 直奔战场而来 他们很快拔高到千米高空 看到这片乌云 熟悉万寿帝国 编制的西北集团军将领们 顿时大吃一惊 他们当然认识 这乌云一般的敌人是什么 正是万寿帝国 几大王排军之一的 鹰人族空军 在万寿帝国 能够训养空军 并且组成建制的 就只有鹰人族 整个万寿帝国 也只有这么一个整边师团 只不过 他们很少会在一起 而是以银级为单位 分配在万寿帝国各军之中 不到关键时刻 是绝不会轻易出战的 谁能想到 万寿帝国这次 对西北集团军这边的关注 竟然连鹰空师团都派来了 看那腾空而起的数量 竟是足有两个银之多 如果说 暴雄师团还能够 从正面抵挡的话 那么 鹰空师团就是万寿帝国 从未遭受过 败祭的长盛师团 原因很简单 除了万寿帝国以外 在大陆上 任何其他国家 都没有空军的存在 鹰人族战士训养的战鹰 身长两米左右 一展却达到接近五米 能够承载一名 身材相对矮小的鹰人族战士 在战鹰背上 带有十二柄短制矛 还有弓箭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配置与无双空军有些相像 只不过鹰人族战士 是骑着战鹰 无双空军 则是自己飞行 第167章 举世无双 中 毫无疑问 鹰空师团这两个营 就是专门针对无双营而出战的 凭借着鹰人族特优的超强势力 就算是在千米高空之上 也能清楚地找到地面的敌人 对于无双营 万寿帝国这边 早就有所准备 驯狼师团师团长巴特勒被重创 连雪神山都知道了 再加上之前狼骑兵 和独角兽骑兵两个师团被重创 怎么可能不引起 万寿帝国军方的注意呢 这两千英空师团 就是专门为了无双营而派来的 万寿帝国唯一的失误 就是对无双营数量上的判断 按照他们所得到的情报 无双营大概就是一个 营多一点的编制 可他们却怎么知道 无双营早已壮达到了五千人之多 看着远处飞速接近的空军 最流氓罗克迪 脸色古怪的道 天上那些不是为了我们来的吧 华蜂脸色有些难看得到 不是才怪 重步兵师团做好防御准备 移动速度减慢 安全第一 英空师团的两个营来得太快了 每等无双营从地面上转移到左翼 他们就已经到了上空 一轮剑雨从天而降 目标正是无双营 无双营战士们的 太和金甲州防御虽然强悍 但那营灿灿的光芒 却十分显眼 目标明显得很 无双营战士们 毫不客气地 用手中凝行弓发起了还击 但是 令他们郁闷的是 即使是凝行弓 在千米之外 也很难达到伤敌的目的 被那些战鹰 用力找轻松地挡掉了 没有多少威力的箭矢 伴随着一连串叮叮当当的声音 众步兵的塔顿 轻松地挡住了从天而降的攻击 但是 下一轮从天而降的 却不再是弓箭 而是英空师团投下来的短矛了 叮当声化为轰鸣声 如果说之前的箭矢 凭借太和金甲州无双营战士们 还有可能挡得住 这短矛就完全可以带给他们毁灭了 到了这时候 包括华峰在内 所有人对周围青都佩服的五体投地 周围青的未雨绸缪 避免了无双营组建以来 第一次巨大的危机 营长 让我们第一大队上吧 以空军对空军 一定给他们一个教训 雷子怒声说道 华峰瞥了他一眼 道 少废话 听指挥 让你们上去送死吗 人家就在头顶上 没等你们升空 就被智矛打下来了 千米高空的冲力 连那么厚重的塔盾 都被砸出一个个凹痕 无双营第一大队虽是精锐 但一个不慎 就有可能会全军覆灭 无双营 可禁受不起这样的打击啊 所以 华峰绝不会冒险 周围青将无双营完整地交给他 他就一定要将无双营完整地还给周围青 穆恩凑到华峰身边 低声道 让他们砸好了 我就不信 他们那智矛 是没有数量限制的 等他们扔干净 再收拾他们 我们先按照原计划 抢毒角兽 华峰和穆恩对视一眼 大有几分惺惺相惜的意味 一连串的命令下达 重步兵扛着他们那厚重的塔盾 朝着天空的方向 撑起一片屏障 全面展开对空中的防御 顿时 从空中再也看不到 无双营那亮闪闪的 太和金战甲了 就在这铜墙铁壁的保护下 无双营完全无视空中阴空师团 依旧朝左翼移动 最多只不过是速度降低了一些而已 正像穆恩所说 阴空师团的智矛数量 也是有限的 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投掷 数轮投掷以后 攻击频率立刻降低了下来 寻找机会 无双营很快来到了左翼 顿时 利笑声再次响起 令空中阴空师团郁闷的是 他们从高空看到的 只有那一蓬蓬剑雨 再加上刺耳的利笑声 另一边的有军狗人族 弯刀步兵师团和独角兽师团 就如同鸽麦子一般 大片大片地倒下 论空战持续能力 无双营肯定是不能和阴空师团相比的 毕竟阴空师团有着战因的辅助 但遥论破坏力 全体御诸师组成的无双营会 就要远超阴空师团了 这边的屠杀再次展开时 华峰将雷子悄悄叫到身边 吩咐了他几句 无双营第一大队 立刻悄然停止了他们的发射 在众步兵师团的保护下 缓慢地恢复着他们的天力 等待进一步命令 阴空师团自从成立以后 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 此时竟然被众步兵的 塔顿阵族挡住 他们怎能不怒 又是大鹏的智矛和箭矢 从天而降 箭矢的威力远远不足 但智矛却是相当强横的 连续地被砸中 众步兵这样的体格 都有些承受不住那份冲击力 不得不将塔顿的一角 支撑在地面上 增强支撑力 这样一来 无双营的射击就受到了影响 杀伤力有所下降 受人战士的汉不畏死 在这个时候完全展现了出来 尽管被无双营杀伤了许多 十个师团中又冲出了四个 其中两个师团直奔右翼 另外两个就是直奔左翼这边 朝着左翼这边来的两个师团中 有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 这个师团的数量明显没有一万 准确地说 他们只有一个营的数量 但是 他们的编制却依旧是一个师团 一个个身高四米开外 肌肉膨胀的 比雄人重步兵 还要恐怖的 多的超级兽人战士 组成了这个师团 他们都有着棕黄色的头发 远远地发起冲锋时 大地随之震荡 那份轰鸣 就像是地震一般 由远而近 快速到来 蒙马师团 万寿帝国的绝对主力 在整个万寿帝国 蒙马狂暴战士 也只有两千人的数量 组成了两个师团 每个师团一千人 之所以一千人 也称之为师团 那是因为他们就算 只有一千人 也足以发挥出 超过受人其他种族 一万人以上的战斗力 蒙马狂暴战士 被称为战场上的绞肉机 他们的武器 乃是长达六米 直径超过半米的蒙马图腾柱 用一种北疆特产的 铁立木制作而成 重量超过千斤 每当蒙马狂暴战士 出现在北疆战场上的时候 一般迎接他们的 都是中天帝国这边的天猪营 论兽人士兵的个体战斗力 蒙马人可是排名第一的 万寿大军对消息的封锁 做得太完美了 以至于直到蒙马狂暴师团 出现在战场上 西北集团军这边才知道 万寿帝国 竟然派遣了 如此恐怖的兽人士团来到这边 为了无双营 万寿帝国方面 竟然派出了阴空 蒙马这两大王牌师团 可见 他们对无双营的重视了 在万寿帝国方面 调兵遣将的同时 中天帝国西北大营这边也没闲着 无双营之前 清光了左翼的敌人 可以说是 打乱了万寿帝国军的部署 也稳定住了中天帝国军的阵脚 又一方面 迅速补充上了一个重步兵师团 和两个普通步兵师团 中央军也又补上了两个重步兵师团 稳定住了阵脚 挡住暴雄师团 和两个狂牛师团的疯狂冲锋 最夸张的是左翼 三个重骑兵师团 从两翼飞速赶到 还有一个全体青凯 头盔上有紫红色窥鹰师团 他们的速度格外迅速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使用的全都是长矛 空中射下来的智矛和羽剑 他们竟然能用长矛挑开 万寿帝国方面有王牌 中天帝国难道就没有了吗 这个紫英师团就是布兰杜元帅的亲卫师团 也是西北大营的王牌师团 以紫英师团为首 再加上另外三个重骑兵师团 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保护无双营 不论对无双营之前所做的一切 有过什么想法 此时听着那一声声力笑 眼看着寿人大片大片地倒下去 西北大营各军都不得不生出几分佩服 就算是紫英师团 也绝不敢说 自己有这种强悍的杀伤力 中天帝国与万寿帝国多年战争中 就算是大规模战役很多 但要说能在一场战役中 杀伤兽人族两个师团兵力的情况 几乎是凤毛麟角 而现在只是无双营这五千人 带给万寿帝国大军的损失 就已经有三个师团的数量了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飞速地增加着 营长 马龙族长带着狂战族的兄弟们上来了 一名无双营士兵向华锋汇报 华锋点了点头 道 告诉马龙族长 不要着急上前 等我们压制了阴空师团后 再去带回那些独角兽 有着无双营的加入 左翼这边的狗人步兵和独角兽骑兵 伤亡巨大 眼看就要顶不住了 猛马师团 加上与之配合的敏报师团 距离前线还有一定距离 很显然 他们是来不及救援左翼这两个师团了 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程度 每一分钟 双方都有大量的将士 永远地留在这片战场上 而无双营此时 对寿人大军产生的杀伤 已经超过了西北大营 其他各军的总和 眼看着左翼这边 除了阴空师团之外 万寿大军已经要顶不住了 营长 让我们上马 雷子有些迫不及待地 向华峰请命 第167章 举世无双 下 华峰始终在关注着 天空中的阴空师团 至于猛马师团 他是一点也不关心 眼看西北大营方面 派过来四个骑兵师团 还包括三个重骑兵师团 显然是已经意识到了 无双营对于这场战争的重要性 或许他们依旧不足以 和猛马师团抗衡 但保护无双营 却也是足够了 唯一令华峰关心的 就是空中的阴空师团 被压制的感觉绝不好受 阴空师团的破坏历史在太大了 除了重步兵和紫阴师团之外 西北大营这边 竟然再没什么军队 能够抵挡他们的攻击 再等等 华峰沉声道 雷子急道 营长 让我们上马 他们已经没什么致毛了 兄弟们顶顿上 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的 只要接近到足够的距离 我们几轮骑射 就让他们知道厉害 华峰冷静地观察着空中 向上官菲尔道 总教官 你带着第一大队上吧 上官菲尔早就已经跃跃欲试了 点了下头 向雷子道 我先给他们一些骚乱 你们跟上 话音刚落 上官菲尔身上两道 暗金色光芒已然亮起 与此同时 一股清光从他身上席卷而出 周围地面上 数十柄阴空师团射落的战毛被卷起 伴随着上官菲尔的闪电升空 这些战毛也随之抛射而出 直奔空中的阴空师团而去 巨大的暗金色凝形双翼令 上官菲尔看上去 就像是一颗暗金色的流星一般 朝着阴空师团射去 阴空师团最大的优势在于 他们是空军 论防御力 他们甚至连狼骑兵 还不如 伴随着上官菲尔的升空 数十柄血雾在空中爆起 被上官菲尔 凭借天虚力级别天力 带入空中的战毛 又启示那些战鹰能够抵挡的 而上官菲尔 自己也如同杀神一般 冲入了阴空师团之中 他早就已经有些忍不住了 他最擅长的就是空战 被地方空军压制他又怎能甘心 没有使用凝形护壁爪 只是凭借着那暗金色的双翼 上官菲尔 就像是一柄无间不摧的战毛 狠狠地插入了阴空师团的战阵之中 所过之处 一具具战鹰的尸体 从空中飞速陨落 原本在空中高枕无忧的阴空师团 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阴空师团是知道 无双银有几百空军存在的 因此 他们的战毛多少都还留着一部分 准备对付随时有可能出现的 无双空军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率先升空的无双空军 竟然只有一人而已 雷子带着无双银第一大队紧随其后 手持圆盾护住身体上方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空中升起 当西北大营的将士们 眼看着无双银这边 竟然飞起五百人冲向阴空师团 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他们心中都只有一个念头 什么时候我们也有空军了 事实证明 雷子之前对华峰的承诺并不夸张 距离瞬间拉近 当无双空军第一轮骑射 带着刺耳的立笑声冲天而起时 就已经注定了阴空师团的悲剧 阴空师团中也不是没有强者 但随着上官范儿的强势攻入 这些强者都去追上官范儿了 在这个时候 个体飞行相比于借助战鹰飞行的优势 就显现了出来 上官菲尔身在空中 不断地闪电移动着 那份灵活绝不是承载着人的战鹰所能相比 阴空师团的几十名天猪师中 本来还有一两个六 其出修为的 但是 面对上官菲尔的恐怖战力 他们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天空中一大片血雾 伴随着无双空军凝行弓发出的立笑声出现时 下方的四千五百名无双银战士 齐声呐喊 举 士 吴 双 这一次 就连西北大营的将士们也受到了感染 同样高呼着 举士吴双四字 在紫英师团的带领下 另外三个重骑兵师团 和他们一起朝着敌人发起了冲锋 大军对战 最重要的就是士气 长盛的英空师团遭受到了致命打击 对于中天帝国西北集团军来说 就像是注入了一针加强版的兴奋祭式的 吴双银向他们证明了 兽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一时间 将士用命 就连中央疯狂肆虐的暴雄师团 都得到了有效的意志 英空师团发现不妙 在想对付无双空军的时候 无双空军已经优先上升到了 和他们骑平的高度 高度骑平就意味着 能够起到作用的 只有弓箭 智毛已经没用了 在优秀的智毛手 能够将智毛扔出一百码 已经是奇迹一般 正常来看 智毛的有效杀伤距离 只有四十到五十码而已 而在空中 四 五十码的距离 又算什么呢 接下来比拼的 就是双方的剑术和防御力 没错 有战鹰保护的 英空师团防御力还算可以 但是和全身 太和金甲州附体的 无双空军相比 他们就差远了 更为重要的是 凝行宫的杀伤力 又岂是英人战士 普通的长弓所能比拟的 只是四轮骑射 英空师团2000战士的数量 已经锐减到了数百 见识不妙 英空师团终于不敢再继续 与无双空军对阵 飞速朝着本方逃离 无双空军弦尾脊椎 最终能够逃回去的 只有英空师团中 实力较强的 不到一百人而已 2000英空师团空军 几乎全灭 无双空军的强力 还没有结束 质毛可不是只有 英空师团才有的 无双空军的第一轮质毛 就送给了猛马师团 可惜 猛马师团不愧是 王牌中的王牌 他们那巨大而壮硕的身体 配合着手中铁力木屠藤柱 就连空中投出的质毛 都很少能够带给他们伤害 最多只是一些轻伤而已 从空中俯瞰地面 是看得最清楚的 上官菲尔 没有去追击 英空师团残余 立刻调转身形 带领着无双空军 直奔中央军方向 并不是所有兽人 都能抵抗千米坠落 质毛这种大杀气的 无双空军 每人剩余的三根质毛 就全都送给了 在中场疯狂肆虐的暴雄师团 至少有一千雄人重步兵 被狠狠地定在了地面上 而空中抛洒下的箭矢 配合地面上无双银战士的宁行舰 也找上了中央狂牛师团 可以说 无双空军歼灭了英空师团 一举扭转了西北集团军不力的战局 紫英师团那边也和猛马师团 敏报师团干上了 紫英师团最强的地方在于 他们有一个全部由六株以上 修为体柱师组成的中队 这一百人的个体实力 足以和猛马狂暴战士媲美 在他们的带领下 虽然四个骑兵师团损失依旧巨大 但总算是挡住了这边两个师团的攻击 无双银的破坏力 在这个时候开始降低了 因为地面上的普遍无双银战士们 天力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 只能换普通长弓射箭 这样的箭矢 对于狂牛 暴雄师团的伤害 就要小得多 但是 无双空军却依旧给力 之前在地面的战场上 他们就一直在节省天力 此时正是他们发挥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周维钦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上官菲儿也比以前阴险了许多 他没有让无双空军继续在空中发出凝形箭 而是飞快回到地面 由无双银战士们 聚拢之前阴空师团扔下的战矛 每个人抱上一捆战矛 再重新升空 于是乎 暴雄师团和狂牛师团也开始悲剧了 马龙带领着一批自己的族人 早在无双空军升空的时候 就已经冲入了战场 散乱在战场上 不知所措的独角兽 都是他们的目标 现在无双银最大的缺点 就在于移动力 这么多的独角兽 他们又怎肯放过呢 这独角兽 可是连乌金族超重女战士 都能够承载的 当无双空军第二次返回地面 去抱战矛的时候 万寿帝国大军终于扛不住了 撤退的命令下达 剩余的兽人战士 如同潮水般后撤 最后撤出战场的 依旧是蒙马师团 尽管这一战万寿帝国 在西北的这十几个师团 吃了大亏 但是 蒙马师团的强大战斗力 依旧令西北集团军为之胆寒 在冥暴师团的配合下 一千蒙马狂暴战士 硬是让紫英师团的损失 超过三分之一 另外三个重骑兵师团的战士 有一半都留在了战场上 这还是双方 交战时间不长的情况下 继续打下去 恐怕连紫英师团 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蒙马师团撤离的时候 竟然没有留下一具尸体 他们那如同钢铁铸臼的 恐怖身躯 保护着他们 最多也只是受伤而已 而且这些伤势 大多还都是紫英师团 体重师中队 以及之前无双空军 扔下的质毛造成的 西北集团军 没有下达追击的命令 在平原地带追击受人 结果绝对是悲剧的 当无双空军 从天而降的时候 所有西北集团军的将士们 都高举起自己手中的武器 无双营的口号 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了 整个西北集团军的口号 举示无双四字 响彻整个西北 尽管这一战 但是这却依旧是两国交战以来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 第168章 龙虎交代 血脉融合 上 火灵山 如果此时 有人站在火灵山的 环形山顶上 一定能够看到 就在那火灵山山口内部 在那阴晕生腾的浓浓烟雾中 始终有一团红光忽隐忽现 就像是里面藏着一颗巨大的宝石 不断向外绽放着 它那璀璨光芒似的 可事实上 这里根本不可能有宝石 在那炽热的岩浆中 就算是宝石恐怕也要被融化了 粘稠 炽热的岩浆中 一颗光溜溜的光头露出 那样子看上去着实有些诡异 试想 一个光头漂浮在如此高温的岩浆之上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忽隐忽现的光芒 就是从这颗光头身体周围的岩浆中闪耀 那红色 就是属于岩浆的原色 准确地说 应该是这颗光头浸泡在岩浆中的身体 散发着光芒 通过岩浆的折射 才产生如此奇异的一幕 今天 是周围青进入岩浆的第36天了 看着岩浆中的小胖 在这里也足足守了36天的龙大胖 不时裂开嘴角 露出一个似乎是十分满足的笑容 周围青那失去了所有头发的光头上方 一只清晰的黑虎 展开双翼飘然翱翔 与之共同盘旋的 还有一条火红色巨龙的身影 两个光影栩栩如生 虽然体积都不是他们应有的大小 只有一米左右的长度 但看上去却是那么真实 就像是实体一般 龙氏牙来形容此时周围青的状态 那么 龙虎交太四的字最为合适 36天的时间 在那毫无预兆出现的 四大圣属性融合之力的调和下 原本水火不容的固化龙鳞 与按摩邪神虎血脉之力 终于渐渐地融为一体 彼此接受 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血脉能量 虽然以龙氏牙天地级的修为 也说不清楚这股力量是什么 但它可以肯定的是 这两股血脉之力融合后 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在这36天中 周围青身上 曾经长出过灰黑色的毛发 也曾经出现过火红色的鳞片 身体经历过了数次变异 而最为显著的就是 它脸上原本痛苦的神色 不断地降低 在18天后 就再没有出现过 而它体内的两大能量 也就在那时候 进入了稳定的融合过程 如今 又过了18天 龙氏牙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周围青体内的血脉能量 已经到了远转如意的境地 似乎不再需要49天的催生 眼看着这份融合 就要完成了 但是 龙氏牙并未因此而感到轻松 反而更加凝重 因为它知道 这两股强大的血脉能量融合后 必定会引起周围青身体的再次变异 也就是说 周围青这次催生能否成功 还要面临最后一个关卡 很可能也是最难度过的瓶颈 那就是它身体 对于这融合血脉变异之力的承受 这融合后的全新变异血脉越是强大 承受起来也越发困难 尽管周围青本身 因为邪魔变的两次进化 已经十分强韧了 可这股血脉的力量 却更是恐怖 关键是在龙氏牙的记忆中 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 一切都是未知的 在很多时候 未知的东西 才是最可怕的 就在龙氏牙格外关注周围青神色间动静之时 突然间 这么多天以来 一直逼着双目的周围青 睁开了双眼 两道夺目光彩 瞬间从周围青眼中电射而出 那强烈的光芒 连火山口上方浓密的烟尘 都轻松破开 直入高空 一个奇异的漩涡气流 随之出现在周围青头顶上方 原本盘绕在那里的黑虎 红龙光影 就在那漩涡中融入 然后再一起钻入周围青头顶 龙氏牙能够看到 此时的周围青 双眼竟然是一黑一红 那妖异的眸光 也是一冰冷一炽热 却都是毫无情绪波动 不好 灵台尸首 龙氏牙大吃一惊 眼中光芒一闪 他那强大的精神威压 顿时落在周围青身上 同时大喝一声 小胖 冷静下来 一边说着 他的精神力量 就要涌入周围青大脑中 帮他疏离散乱的精神波动 但是 令龙氏牙骇然的是 当他的精神之力 涌入周围青大脑时 他竟然感觉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疯狂气息 从周围青的意识中爆发出来 虽然他的精神力 不可能强过龙氏牙 但龙氏牙却能感受到 要是自己强行干预的话 很可能会令周围青 瞬间精神崩溃而亡 吓得他赶忙撤回自己的精神波动 也就在这个时候 周围青身上 也开始有了变化 原本浸泡在岩浆中的他 身体缓缓上浮 从岩浆中飘起 虚浮在半空之中 黑灰色的虎皮膜纹 瞬间笼罩全身 与此同时 就在周围青背后 突然出现了两个 极为明显的凸起 他全身的骨骼 更是发出一连串 令人牙酸的咯咯声 周围青脸上的表情 此时已经完全扭曲了 似乎在承受着 巨大的痛苦似的 而他身上的虎皮膜纹 也是极不稳定的 剧烈波动着 双目中的红 黑两色光芒 也在交替闪烁 每一次变化 他身上那虎皮膜纹的波动 就会变得剧烈几分 紧接着 赤红色的鳞片 开始从周围青皮肤下 缓缓出现 而他的双手与左脚 不断产生出 虎掌与龙爪之间的交替变化 要知道 这种异变乃是骨骼 肌肉 筋络 皮肤的不断改变 所带来的痛苦 可想而知 暗红色的鳞片 与黑灰色虎皮膜纹 似乎在剧烈地冲突着 而周围青背后那两个凸起 也是变得越来越高 他身上所散发出的 血脉之力混乱 复杂而又充满了疯狂 龙尸牙最担心的事情 终究还是发生了 这是周围青催生固化龙灵后 血脉融入的最后过程 也是最危险的过程 一旦无法成功 那么 周围青要么立刻暴毙 要么会变得人不人 鬼不鬼的 甚至是变成如同天兽一般的存在 再也无法恢复人的神志 由于精神力无法介入 龙尸牙现在也只能干看着着急 却什么都做不了 怎么办 只能等 现在周围青能够依靠的 就只有他自己 唯有他自己保持灵台出一点清明 才有可能在最后时刻清醒过来 现在龙尸牙唯一能够了以自慰的 就是最初曾经出现的 四大圣属性融合能量了 第168章 龙虎胶态 血脉融合 下 整整半个时辰过去了 周围青的身体 一直都在 出现着这样持续的变化 只有右脚化为的漆黑尾钩 没有出现再次变异 身体其他部位 却都在交替变化 突然间 扑的一声 一捧血雾 从周围青背后爆发出来 吓了龙尸牙一跳 他以为周围青 要承受不住那血脉之力暴体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双巨大的羽翼 就那么从周围青背后的 破口处舒展开来 带着几分褶皱 带着几分声色与稚嫩 缓缓张开 龙尸牙瞪大了眼睛 他还从未听说过 血脉力量 能够让人生长出翅膀 哪怕是神圣天灵虎 血脉传承的雪神山主 也没有这样的变化 而雪神山主 本身还是天兽出身 黑虎的双翼 那双羽翼张开 竟是各自有近乎两米长 在周围青背后 不断重复着收折与张开的过程 每一次伸展 都会变得自如几分 周围青身上 那赤红与黑灰两色交替闪耀的光芒 也渐渐蔓延到了这双翼之上 此时 周围青那原本充满了痛苦的脸色 似乎舒展了许多 而背后因为双翼破背 而出所产生的窗口 以极其惊人的速度 快速恢复着 也就从这窗口的位置开始 赤红色与黑灰色 终于开始融合 化为一种极其特殊的 酱紫色灵片 依附在周围青皮肤表面 灵片呈现为龙灵那种灵形状 看上去只是薄薄的一层 并没有猙獰的凸起 但却细腻 致密 如同绸缎一般 蔓延到周围青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最终一直蔓延到脸上与光头处 就算那灵片在鲜薄 细密 当全身被灵片笼罩 再加上背后同样覆盖着 灵片的巨大双翼 此时的周围青 已经没有了丝毫他原本的样子 酱紫色的面庞并不丑陋 似乎他的相貌 也因为这次血脉力量的融合 而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变化虽然不大 但令他看上去 却少了几分以前的憨厚 多了几分冷力与霸气 双眸中的黑红交替 也最终化为了紫色 一双比神圣天灵虎颜色 更深的紫眸 闪烁着极为妖异的光彩 阴冷 邪恶 炽热 酷烈 各种特殊的气息 不断在周围青身上 交替爆发着 他终究还是保持着人形 眼前他身体的变化 可以说是邪魔变的第三次进化 也可以说是固化龙灵激发后的结果 扑扑扑扑 接连四声暴鸣 在周围青身上响起 紧接着 在他身体上 四处崭新的死穴开启 不死神功 竟然在这一瞬间 连破四重 周围青双手手腕上的体珠和一珠 同时开始凝聚 融合成功了 不 还没有完全成功 龙尸牙心头猛然一跳 刚刚流露出的几分狂喜 瞬间被担忧所替代 毫无疑问 周围青身体上的变化 显示着他的融合 已经基本完成了 这融合后的恐怖血脉之力 终究还是被他的身体所接受 这36天以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四大圣鼠性融合 所产生的那股特殊力量 终究还是调和了周围青的身体 完全承载了血脉能量中 所带来的恐怖 但是 周围青的眼神却有些不对 原本的冰冷和疯狂 在凝聚第六颗天珠的过程中 正在渐渐地 被一股近乎于疯狂的兽性所替代 他的下身也在缓缓膨胀 悄然起立 这是 祭品 他需要祭品 这份特殊的融合 需要祭品来进行最后的觉醒 需要祭品来唤醒 他被压制住的神志 龙尸牙是什么人 一眼就看出了 周围青这血脉融合 最终需要的是什么 怎么办 难道杀上雪神山 把那个天儿抢过来 给小胖的觉醒做祭品 这也不现实啊 距离不是什么问题 但龙尸牙虽然自负 但也从没认为过 自己能够从雪神山主 手里抢人 不管了 龙尸牙在短暂地思考后 立刻做出了决定 无论如何 都要先给小胖找个祭品 回来再说 他身体的最后融合 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短时间内找来祭品 才能让他这次催生 最完美地完成 大不了到时候 再补偿那个 自己找来的姑娘吧 一边想着 龙尸牙已经展开了行动 周围青天力 骤然连续突破 四重凝聚第六对本命珠 这是需要时间的 而在这短暂时间内 他必须要带回一个祭品 完成这场祭礼 从而唤醒周围青 青光绕体之中 龙尸牙已经冲天而起 朝着火灵山下落去 与此同时 他也将自己的精神力 开启到最大程度 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实力 感受着周围 一切生命波动 一边寻找 龙尸牙一边心中暗想 小胖 你祈祷吧 祈祷本大胖 能给你找来一个美女 要是运气实在不好 能弄个母天兽回来了 小胖这浑小子的本钱 还真不错 难道说 这次血脉融合 让那地方也长大了 带着明显有些不良 和怪异的念头 龙尸牙的速度 可没有半分降低 飞快地朝着远方掠去 时间不长 突然间 龙尸牙眼神微动 有目标了 在他的精神力感应中 就在数里外 有三个人 正在朝着万寿天堂的方向前进 速度相当不慢 而在这三个人中 有一个呼吸纤细 体态轻盈 显然是女人 而且应该 还是个年轻的女人 小胖 看来你运气不错啊 不用考虑找母天兽了 要是周围青知道 此事老是心中的想法 恐怕会决定 自己还是不要觉醒过来的好 咦 竟有天王级 距离越近 龙尸牙对于那三个人的感应 也越清晰 他惊讶地发现 在那三个人中 两名男子 竟然都是天王级强者 不过 就算是天王级又如何 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想法 时间不等人 他总不能因为对方 有两个天王 就再去找人吧 远远的 那三个人 已经出现在了 龙尸牙的视线之中 正如同星丸跳跃一般 快速前进着 龙尸牙人未到 强大的威压 已经第一时间 找上了这三人 恐怖的气势 令那正在飞速赶路的 三人骤然停下 脸上同时流露出了 骇然之色 两男一女 两名男子 都是年纪在六旬以上的老者 也就是龙尸牙 所感应到的 那两名天王级强者 而中央的少女 则是一身黑衣 一头铜色黑发 披散在背后 他的修为就要差得多了 六猪不到七猪的样子 面对六绝帝君的强大威压 一时间小脸惨白 眼看着龙尸牙 这个大胖子 从天而降 两名天王级强者 已经毫不犹豫地 挡在了那黑衣少女前面 脸色凝重地 看着龙大胖 龙尸牙的性格 本就是单凭喜好做事 更何况 现在关系到 自己宝贝徒弟的安全 也懒得废话 沉生喝道 滚开 不然弄死你们 左侧老者脸色一变 前辈 不知我们何处得罪了您 您想要什么 龙尸牙冷冷地道 我要带着姑娘走 识相地就滚远点 不然别怪老夫手下无情 一边说着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龙尸牙左手一甩 十一颗晶莹剔透的 辨识猫眼一株飘然而出 滴溜溜旋转一周 其中六颗落在 龙尸牙脚下周围 作为六个支点 组成了一个等边六边形 另外五颗 同时旋转的过程中 在龙尸牙脚下 那个组成六边形的六眉 便时髦眼一株 竟然变了颜色 分别呈现出水 火 土 风 光 暗六大属性的光彩 化为一层阴云宝光 从地面上升腾而起 衬托着龙尸牙肥瘦的身体 给人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 两名天王级强者 几乎同时失声惊呼 六绝天道阵 六绝帝君 是的 龙尸牙脚下所踏 就是 他仗义成名的六绝天道阵 这也是为什么 他告诉周围青 六绝控制之法 必须要至少有六珠修为为基础 才能发挥出来的重要原因 拥有了六对本命珠之后 才能布下这六绝天道阵 将六绝控制的奥义 完全发挥出来 面对两位天王级强者 又为了节省时间 因此 龙尸牙直接将自己强大的 六绝天道阵释放了出来 那两名天王级强者的脸上 此时已经充满了骇然和恐惧 他们当然知道 六绝天道阵 六绝帝君意味着什么 识相地赶快滚开 别让老夫动手 我这六绝天道阵 自从大成以来 还从未对天地级以下的对手用过 怎么 你们两个今天想破裂 两名天王级强者对视一眼 以他们的修为 竟然生不起半分抗争的念头 左侧那位硬着头皮道 帝君 我们来自天邪教 还请您 看在我们邪地的份上 高抬跪手 这位是我们小公主 帝君要是需要女人 我们这就给您去抓 要多少给您送多少来 一边说着 这两位心中还想着 从未听说过 六绝帝君好女色 龙世衙大怒 放屁 老夫活了一百多岁 还是处男呢 天天还能一住晴天呢 我要什么女人 给我滚开 货 龙世衙大怡